大家好 在养护月季的过程中 可能很多花友都会遇到月季浆苗的这种情况 那么什么是月季浆苗呢 首先就是我们经过给它修剪之后 或者是没有修剪 长时间都没有长新芽出来 也没有见长测芽出来 这种就是浆苗 导致月季浆苗的原因 其中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涂养问题 因为涂养过于板结 导致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锁不住水分 然后快速的流失 就会引起月季浆苗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给它换土换盘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不给它换盘换土的话 我们要给它改善一下涂养 我们给它改善涂养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这个涂养上面 给它松下涂 用这种工具给它松松涂 然后在这个涂养里面 加入一点蚯蚓粪 因为蚯蚓粪 它里面含有很多的微生物 还有很多的有机制 那么在这种微生物的作用下 涂养就不容易产生板结 那么我们浇水的时候就很容易浇透 而且它容易锁住水分 那么水分充足了 它就容易生长 不会出现浆苗的现象 那么第二点就是长期使用化肥太多 因为我们长期使用化肥 因为化肥它里面的各种微量元素非常的少 很多化肥它里面单纯含有半年甲元素 所以长期使用就会造成涂养产生板结 让这个根系出问题 所以我们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经常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改善一下它这个涂养 不给它涂养容易产生板结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长期不施肥 长期不施肥 那么养分跟不上 那么它也会出现浆苗的现象 所以当我们的月季出现长时间不长芽 或者是不长侧芽不生长了 我们就要注意 是不是在这几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改善它 不要给它浆苗 月季浆苗之后很难生长 就很难开花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解决月季长时间不生长 浆苗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